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早 非常感谢所有朋友 礼拜一到礼拜天 特别是今天 台北股市现在报价13100 也就是说台股在今天早上 开盘的低盘 直接跳空创下历史很高 目前报价来到 我们看一下最新报价 目前大涨140点 加权指数报13115点 面对台北股市 接下来该怎么做部件 我的看法就在于 当然很好 但是提防锐足务工 让自己拥有不受外在 干扰的力量 你说是什么意思 第一个我们要去观察 所有金融商品 在比对目前我们自己的位阶 那么经由这个状况 如果该持续站在加码 那当然就在正向 反之如果有疑虑 那我的看法就该小心 要设好你的底线 那一开始该怎么看 我们先看 目前画面上各位请看 我很快速跟各位做个报告 你现在所看到的是 全球金融商品 现在即时 即时的报价 分别有道琼电子盘 现在报28509点 大涨305点 也就是说它电子盘 现在就我们盘中 现在早上的9.01分 目前是涨1.08个百分点 纳斯达克的部分 大涨195点 涨幅高达1.62 德国日金 日金涨幅日股电子盘 你可以225指数 目前大涨395点 涨幅高达1.62 接下来Mix的部分 我们叫恐慌指数 恐慌指数持续破底 现在来到24.65 大跌了3.2个百分点 我的看法你要都看完 紧接而来油价表现也不差 西德州清田云流 现在涨2个百分点 就是所有该看的都把它看完 然后接下来金价 小幅度上涨持平不明显 当然最主要除了Mix大跌之外 还有一个重挫的 分别叫做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各位就从这张图 你大概就可以很清楚看到 美元指数11月份 从接近94.5 到目前暴跌到92.2 代表市场针对大选的几乎 非常清楚的一个定案 拟清之后 美元指数从接近94.5 到现在重挫来到92.2 就是说市场预期 因为新冠疫情影响 当然不是美国总统大选了 然后紧接而来 那美国所能做的 联准会的建议就在于 那如何继续宽松 那利率已经没有办法再降了 所以大家在预估 就是一直量化宽松 一直印钞票 一直印 一直印 那一直印的结果呢 那美元指数就会 你现在眼睛看到了 就持续走弱 台股现在13 116 你说好我都看到了 那我现在要买什么股票 什么都不要买 看 看 我认为我会看 个股的部分 我会看一下2317的鸿海 看 看 就是我的看法就在于 如果假设 川普临任 续任假设 那他就必定 他的资金要大位 就是鸿海在美国的 卫斯康星州的部件 你就一定要大位 你要依照当时的规范 那么他资金的压力 会比较大一点点 那目前呢 因为变了嘛 所以我的看法就在于 对鸿海来讲 他比较容易大战身手 所以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 重点观察 回过头来 面对台北股市要怎么看 要看10点 看10点 现在9点看4分 你说看10点 对啦 这是昨天晚上 我跟会员的报告 各位听一下 是昨天晚上 因为礼拜一到一般 礼拜一到礼拜五 以及礼拜天晚上 因为会员 我们有提供一个PSI指标 那么有些新朋友 他不太会使用 那包括整个操作模式 他搞不太清楚 所以我们要有个直播 做报告说明 各位请看 画面上 今天会有一点点复杂 因为在上个礼拜 我们最主要为了便于 大家做观察 就有两个商品 一个叫黑色的 叫做加权指数 另外一个叫蓝色的 蓝色的叫道琼工业指数 可是呢 因为大选底定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商品 比对的商品就比较多 那分别呢 跟各位报告 第一个由上往下 最上方绿色的叫纳斯达克 第二个蓝色的是道琼工业指数 第三个我用黑色跟黄色 把它贯穿起来 这条叫做加权指数 那么基准点从哪里开始看 从13之前的历史新高点 13031 那么是不是跌到12144 好 从下跌到12144 开始一直观察到上个礼拜五 把所有的商品 大家在这一天放在同一个点 那去做比对观察 好 比对观察到上周五截止 分别是绿色的纳斯达克 蓝色的道琼工业指数 黑色的加权指数 底下还有两个商品 分别是红色的上证指数 以及咖啡色的 欧洲最主要的德国股市 我们一比较出来 我的看法 各位做个参考 从今天开始 今天之前我不太看上证 因为它是属于落后型的 它是跟着加权浮动 就台北股市很强 它就强 台北股市比较不 弱 那它就跟着弱 它是比台股表现比较落后 但是因为大选底定 我的看法接下来 接下来特别是未来 这一两个礼拜 上证必须列为重要的观察指标 跟各位报告 因为上证开盘要到10点 要到10点 所以日本南韩先开盘 开盘一点点之后 我们台北国市开盘就现在 然后接紧接而来 10点过后就轮到上证开盘 上证应该列为非常重要的观察指标 上证持续表现非常强悍 你应该尽可能乐观去面对台北股市 反之纵使国际股市再强 台北股市非常的飘悍 如果上证表现比较弱 我的看法你就要提访了 叫做耳兵物食 就是万一是个诱饵 你没有过度冲动 你说你说这么多 我现在到底是要怎么做 对不对 没有怎么做 很简单 你就先看现在 你只要看一个数字就好了 其他就不用看了 看什么 看13132 13132 对啊 不然要看什么 不然我问你嘛 现在是9点控八分 就现在几时 我扶一下 我不会错 因为我不猜 你不猜 对啊 我就用眼睛告诉你 台北股市今天也看13132点 你说你是黑白股 我没黑白股 我是跟你说真的 今天就现在 你问我怎么看 我说不要浪费时间 你把最高点抓出来 把今天的最高点 跟礼拜五的最低点 那你就天下无敌了 你说今天的最高点 跟礼拜五的最低点 对 好 各位看这张图 这一样都是在昨天晚上 昨天礼拜天 来 各位请看 你现在跟我说2018年 没说什么 不是啦 这是2018啦 那下一张图是到昨天啦 这是从2018年 一直到2019年的4月 因为跟现在的格局是雷同的 所以史为尽 叫知心替码 我把它画出来 也就是说在2018年的元月份 18的1月份 加权指数来到多少 11270 紧接而来 做了一个长达9个月 将近10个月的一个 形态整理格局 总共有6个高点 6个低点 有没有错 对啊 那请问你 你在这6个高点 假设你都站在空方 6个低点都站在买方 那你不是全中华民国最大赢家吗 没问题吧 问题是 我如何在当时在第一时间 我能够知道123456 要小心 ABCDEF要乐观 对啊 你要看过去的历史 再来评估 你说这是2018到2019 从2018的元月到2019的4月 对不对 我跳较近一点 我今天说不完 好 我们来看现在 这不就现在了 这现在不含今天 这到礼拜五截止 加权指数 加权指数 从13031到13132 现在报价13128 请问有哪里不对 没有不对吧 刚好有什么不对 你就这样做 你就天下无敌了 你说这样做就天下无敌 对啊 这样做就天下 但是这个是12963是昨天 不含今天 因为已到昨天截止 最高点是12999 到现在这一分钟截止是132 所以你的计算标准 应该是12927 加上13132 那你这个礼拜就天下无敌了 就是这样 那怎么看 两分钟后向各位做简报 PSY五十进场 PSY祝福您 和家平安身体健康操作顺利 0800 555 808 0800 555 808 现在就加入固德头部 让您赢在股市第一场 立即拨打0800 555 808 0800 555 808 PSY五十进场 PSY祝福您 和家平安身体健康操作顺利 0800 555 808 0800 555 808 酒驾罚很大 1.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剧检或剧策罚更大哦 2.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3.酒驾在犯 剧检及剧策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4.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6000至1万2000元哦 5.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6.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容院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朋友大家早安一样 利用一分钟 所以会员 你看一下今天的讯息好不好 今天的讯息呢 从早上开盘前 我们一直发到现在嘛 到目前为止 你应该是空手的 不管在台子旗或选择权 好不好 你要对照 对照你的讯号 你说的讯号 对照你手机PSY 或者是你是电脑版的 就对照电脑版 手机版对照电脑版 依照讯息做进出 我都有发给你哦 那目前为止 一个是台子旗 一个是选择权 我都给你做简报 你要照着我发的座 你不要自己做 你自己做 你本来可以大赢的 会变成输哦 所以就照着 我们所发的讯号做 第一个 因为PSY这个指标 它已经是 非常成熟型的一个系统 你说非常成熟 对啊 从2018、19到2020今年 现在已经11月了 已经两年进入第15月 如果它的操作的胜率 或成功率 或获利率很差 早就没有用了 怎么可能用了 两年又11个月 早就改版了 就是因为在过往 一直到现在为止 不管国际股市台股 怎么样暴涨重挫 它的获利表现 一直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会建议你 就照着做 特别是台股现在最高 来到13146 所以现在怎么算 那就13146啊 一个146 我就告诉你 我不会错啦 你为什么不会错 我就看最高点 其他我就不理他了 如果他到收盘 是收到最高 那我就有今天的收盘了 盘中有最高点 我就算盘中最高点 看这里 我大概要讲快一点 希望对你能有 我就不要 过去案例我就不讲了 我们就讲今年 各位请看 这今年 这是今年 台股从13031 13031 我直接快一点 一直到上个礼拜五 因为上个礼拜五的最高点是12999 那今天呢 我现在146啊 像米尼刚刚讲132 那刚才最高点132啊 我已经讲过 我不猜的 我猜不到 我干嘛去猜 我有需要去猜最高点吗 猜到了又怎么样 猜到所有的会员 全部腰残万贯吗 每个人富可敌国吗 那我就猜 我猜到也没用 我直接告诉你 那我干嘛猜 我们既然是个 专业的从业人员 因为这是我们的主要工作 就不应该做任何猜测 用真实的数字来做评价 那向你的会员 清楚做简报 我们今天该怎么做 当然是空啊 难道今天会做多 我说你空现在去百六点 那我答应 你说做空会赢 谁说做多会赢的 不然我们来做 你来就今天就好 但明天不要说那么多 就今天他跟明天在 哪看是做多赢了 半空赢了 你说说那么多 就这样子啊 我输我就明天这个时间 我跟你讲我昨天输啊 我不猜的 到目前为止加权指数最高 来到13146 那我会怎么算 我会把礼拜五的最低点 礼拜五哦 请问最低点是不是12927 如果是最高点在146 我就12146加927 我会得出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哦 未来不只是今天哦 包括明天后天一直到礼拜五 我们要画出一条底线 这一条底线不能被跌破 如果被跌破 不管他是实体红K棒 或者是一根长长的下眼线 那个都是空点 我直接告诉你 那就是标准的空点 那反之 他在这个中间线之上 你把它放空 那你就是有勇无谋 我只能告诉你 就如此 你问你怎么说 都在这条 难道我去做 怎么做都错吗 那会员不跟着输 奇怪呢 我不寻求一个 百战百胜的方式吗 那我干嘛猜 你看嘛 我为什么要猜 我请问你哦 12345 过去这五次啦 这是现在嘛 对不对 现在这里不是999的嘛 因为最高点 今天来到146嘛 我把12345 这五次K棒的最高跟最低 我得出分别是 来你告诉我 911 910 873 984 947 你说怎么办 我可不可以在911做多 910做多 873做多 984做多 947做多 可以啊 那你说那你不是每次都大赔 谁说的 我纵使在947 984 873 910 911做多 当他跌落 911 910 873 984 947 我可不可以多方停损 我能输几点 我反手一空 我告诉你 你赢不三千点吗 你能不能赢 你一定赢 我不做百战百胜的 我来寻求百战百败吗 那你告诉我嘛 不过现在是要怎么做 现在就做到就好了 要怎么做 你就把你的手拿出来 每个人 各位你们的心算 程度都比我好很多很多很多 那你告诉我要怎么算 我的算法一定是这样子 我会把我眼睛看到的最高点 叫现在 叫13146 加上最低点 什么最低点 不是这个12480 那差太远了 加上上个礼拜五的最低点 叫12927 就是这样子 哪有那么麻烦的 就是这样子 刚有一点拐 公败都没钱 告诉你呢 你说怎么这么简单 不告诉你了 你又乱拆 13036 就是这样子 我的底线 我的底线 就是你台股 不要跌破这个点 我就乐观看待 你跌破这个点 那我就在 我就必须要减码 那接下来呢 利用衍生性商品 你就应该要避险 就这样子 那你说一定是13036吗 除非台股在今天 有更高点 或明天有更高点 如果13146 是最高点 那我就看这个点 它有更高 那你当然要用 更高点来做计算 你计算出来之后 孙子军征里面提到 行军布阵 就跟在打仗一样 我们在操作台子旗 选择权或买卖股票 投资都相同 你针对整个 你没有地形或地利之变 你不能行军 什么意思 你又不能做 你就发呆就好了 你做会输啊 你通通不知道 那明哲保生的方式是什么 观望 明哲保生的方式是什么 实际上 持隐保态 你就不要吞噹 可是相对的 你针对整个结构 你看得非常清楚 你当然要 当然要动作啊 你就不能发呆啦 你动得要动作啊 所以你要等嘛 等什么 等你 你就要去看 看这个点 这个最主要的观察点 之上 你应该倾向 先于自己 适度乐观 好 接下来 我们看这里 好 第一个嘛 对不对 来看看 我看有什么关系 反正怎么做都会赢 怎么做都会赢 你现在眼睛看到 是不是加权指数 加权可以讲了吧 好 这里该怎么做 这里做多吗 那不是胡说八道 这里做多到这里 你就那个叫拼命三郎 对不对 那是没可能的 你这么做多放到这里 你走就跑 不知道到什么时候了 你是不是这里做 这里半坑 这里平仓 这里空 这里平 你也是赢啊 那这里怎么办 就等啊 你急什么 你就等啊 就等啊 谁叫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做 你当然输啊 你怎么没等 最佳点到了 最佳点到了就攻击他 你怕什么 那你不能乱做 没有 来看 左侧 左侧 理论上 没有 因为他起头了 你硬要算的话 硬啊 也不是不行啊 好 我会抓这一根了 9点05分 如果真的要算 你再看 对不起 好 这不是从开盘到现在 单一分钟 开盘是不是报最大量 接下来它是不是出现一个 很罕见的 叫做起头量 标准 标准哦 开盘最大量 接下来交易量 是不是会递减 我们在地检过程寻求第一根嘛 串出来嘛 那就当天的关键点嘛 可是今天 比较吊诡的是 这是事实哦 它出现一个平头量 真的要算 当然也可以 就在这么接近里面 找出一根 最接近的 好 那我们把一根一根来看 这是9点08分 7分 6分 5分 硬是要看 是看9点05分 好 我们看全图 9点05分 加权指数 报价 13130点 也就是说 加权指数在13130之上 那叫多方胜 多方胜 记住 锐足务工 他这么强悍 他整个战车冲过来了 你肉身去挡他 你当然是四分五裂 好吗 锐足务工 你是不敢闲一下 等他怎么样 等他力道衰竭 你再打他 你怎么打怎么赢 你别说 你怎么看 13130 9点05分 加权指数 当时的价格 落在 13130点 13130之上 叫做多方胜 13130之下 称之为空方强 那多方胜你就尽可能要乐观 空方强你务必要保护你自己 就适度做保守 个股 我的看法 我没有说涨跌 我的看法 就看这样子 我会只看一个价格 就这里 你为什么要看这里 这么简单怎么不会 这是写81.5 我没有跟你分析 这是上面五档 这是下面五档 对不对 现在报价在这里 我会看上面五档的最大量 是不是在这里 那就这样子 这么简单还没能看 你就这样看 相信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 也欢迎各位 如果对BSY想进一步了解 也欢迎你可以询问我们的服务人员 祝所有好朋友 身体健康 操作顺利 谢谢你 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创意比赛 竟在运通 PSY50进场 PSY祝福您 和家平安 身体健康 操作顺利 0800555808 0800555808 现在就加入顾德头部 让您迎赛股市第一场 立即拨打0800555808 0800555808 大家好 我是黄轩荣医师 指挥中心鼓励民众 例行防疫新生活运动 除弱时个人卫生防护措施外 可多前往配合防疫措施的店家消费 享受生活促进经济 民众外出购物时 请务必配合业者的防疫措施 例如量测体温 清洁双手等 另外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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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